我當初要你做些事情 你這幫混蛋全部 你怎麼反過來做呢? 那我現在回頭了 那不好意思了 我跟你說 我不清算你 是不可能的 就看怎麼清算 就好像阿卿講的 就看你很不幸 如果你是給一幫開明的塔利班 假如首都那幫人是開明的塔利班 那你可能下場會好一些 但是如果你給農村衝進來的那些 或者很極端的那些部隊衝進來的那些 那你很尷尬 之前有條片說 一旁一刻去到現身房 去到遊樂場 玩很開心 我都很開心 例如其他人笑起來了 有個笑起來了嗎? 是啊 總是要笑起來其他東西 玩得這麼開心 所以我就說我玩得這麼開心的東西 我終於笑起來了 肯定有人不喜歡我玩得這麼開心 就笑起來了 所以我就說其實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其實是兩種 肯定死定了 你想想拿著機關槍呢? 這個領導人 老毛當年有沒有拿機關槍? 林彪有沒有拿機關槍? 哈哈哈哈 那你發部會 你說什麼?三分之二的拿槍? 以前中國歷史上沒有什麼人拿著槍 好像除了 當年中華民國成年有時候 王興好像是拿著槍之後沒有人拿槍 沒有軍法是拿槍的 你軍法拿槍就醜 你旁邊的人拿槍就行了 你自己就拿槍 那些領導人不需要拿槍? 那些三分之二拿著槍 你說拿槍是真的捧著自己的K40XX 但是我說軍法拿槍是有陪槍 中國人說這些 中國人就算我是軍人 我都不要拿槍的 我的英俊拿槍而已 所以阿富汗人民 過了20年的正常日子 不要說好日子 過了20年的正常日子 那些事情就沒得過了 你就看他會不會講真話 第一就是看他有沒有講真話 第二就是他是不是執行得到 但是我看回老大哥的新聞 老大哥的新聞不是 是老大哥國內的新聞 是老大哥對著世界的新聞 其實他突然回到這裏說 我之前和你談判的時候 說得很好地 你有足夠的時間 撤走你的美國人 還有想跟你走的阿富汗人 徹底你肯收他們 那現在到最後那一刻 我進首都了 我已經去到首都 兵林城下了 你才做這件事 其實好像... 他做了這麼久 他說最少 預計是最少兩個月才完 我之前看了很久 沒有想到這麼快 是呀 做班人自己也想 沒有想到 過去那這麼大塊錢 真是白欺花了 給他想到 是啊 賭了錢 是呀 鹹水海 塔利班又燒了它 他又不用呢 他都快了 那些遊樂園 那些軍火是要的 塔利班是要的 那些軍火 即是你說政府軍軍火 那些美式裝備 那些飛機坦克都被截了 我不是說了 你塔利班 阿富汗政府就是張學良 可能比張學良還壞 張學良都叫 都把那些裝備帶走 切入關 張學良那些裝備 本來看不上眼 是啊 但是現在他們是 阿富汗軍 政府軍 直接是裝備 都放在那裡走開了 所以你說 他們的總統對著ABC說 我就是不想流血 他們會屠城 其實說真的 我聽他們說 就是看到你做這樣的事 就是 你那些時候都不是打仗 就是可能拿著一支槍 在那裡走走走走走 根本無心去保衛你 那些總統是文人政府來的 他不是軍人來的 是不是當年 就是選人的時候 選了一個溫和一點的 為什麼符合西方的意思 太多一點的 沒有選一些抽得的上去 他抽不抽得呢 就肯定是不抽得的 但是反而我關心的就是 就是在那裡是否腐敗 但是從那些片子看起來 他應該就是在那裡 應該挺腐敗的 因為日總統府的地方 真是很漂亮 肯定是豪國斯公 那是腐敗的 他說你按照美國人那一套來建 那美國人自己總統都是這樣 就是自己住得好 那你管得你的憑慮是怎樣的 你可以說是這樣的腐敗 你有沒有看到他做的工夫 是哪些事物 絕對比白宮還好 很厲害 是啊 所以我其實這件事 特朗普我想說 這筆頭是說是腐敗的 只是會押在美國定付錢的 所以特朗普我當初說是不喜歡的 所以你叫這樣的陷害產 去保衛阿富汗 其實就肯定不是因為 我覺得就肯定不是因為 塔利班太厲害 是因為你這幫筆頭 都沒有心保衛阿富汗的 特朗普執政的時候 有沒有說要撤軍的? 就是特朗普撤軍的 特朗普簽的 但是就還沒輪到他簽了 就是具體是怎樣撤 是什麽呢? 就是拜登安排的 就是以什麽形式撤 以什麽形式撤 就是具體是什麽日撤 這些全部是 就是特朗普適合 只不過他簽了 大概明年要撤軍 特朗普就肯定看了 就不相信阿富汗的 很厲害了 都不太多錢了 就是特朗普的眼中 所以那隻厲害 其實我覺得阿富汗政府 這麽快潰敗 就不抵得他可憐他 二八氣魯就肯定就是 就是19 就是有些像當初 國民政府那樣的 就是腐敗橫行的 政府 根本是不能撤的 都不能撤的 都不能撤的 都說了國民黨政府 當年四九年書 跟這個無關的 你想想從三七年打到四五年 八年抗戰 打死了那些人 不是 我意思是說 美國人當初評價國民黨政府 就說這班黑人太黑腐敗了 所以我不幫你了 所以之後就撤了軍門 就發現我給了你軍門 都不是拿去打仗的 要不就給你那些高一點的貪官 貪黑了 要不就給你下面的貪官 貪黑了 所以都不想支持他 那個是杜魯門的傻黑做政策 杜魯門本來都不應該做總統 羅斯福剛巧死黑了 美國人的問題就在於 他永遠都希望你不要打仗 去和談 這就是他最大的問題 如果你是打到底打死了他 就沒有問題了 當年東北是打死林彪 追到底 但問題就是你追他的時候 他又要和談 他要禁止他 所以給他一個喘氣的機會 然後給他打回來 那個美國人的左膠真是害羞死人 是啊 他這次他這樣搞 英國人好像很羞不爽 全世界很羞不爽 另外一個很不爽就是 你什麼 Sleepy Joe發了個言就說 你媽 我們當初出戰阿富汗的目的是 為了支持美國的Homeland Security 大家聽了我 就很生氣 我們保衛這麼久 不是保衛全世界安全 為何變成保衛美國的Homeland Security Sleepy Joe又沒有說謊的 人家真是這麼想的 你犧牲了這麼多澳洲人的命 犧牲了這麼多英國人 紐西蘭人的命 保護美國的Homeland Security 他心裡真的這麼想 不過其實講真一句 他如果真的 是為了保衛他的Homeland Security 都好些 你說的都是在保衛大佬 對不對 但是呢 阿桑奇 維基解謀者在這裏 就不是這麼說的 他就說 早就已經破解了那些混蛋的陰謀了 那混蛋打阿富汗 就是為了花錢而已 你媽 就是為了給一些美國的特權階層去花錢 不如現在阿桑奇說 他講一些東西就聽一下 那之前我不是發了一條片 那條片是從Corum 上面一個加拿大佬發出來的 就說一隻犧牲 1911之後呢 不久呢 就被叫他入白宮 還是叫他入五個大立 接著 那隻犧牲就給了一張紙給他看 這就是一個名單來的 我們為何要抓著他們 接著抓他們呢 現在的名單列表裡面 就包括了阿富汗 再利亞 利比亞 他就說 那為何要組織他們 不知道啊 順手 那其實你說 他是不是真的有很明確的目的呢 就不知道 當然在新聞裡告訴你 我有一個很明確的目的 但是 你現在這樣看 就是無論任何目的都好 你都會發現 英國佬也好 北約也好 加拿大、澳洲 或者澳紐軍團也好 我不知道 劉西娜我沒有參加 就發現 你老母 20年我花了這麼多錢 我怎麼也有份死人 我就算沒有死人 我的士兵回來 都有PTSD 就是為了變來變去的目標 一會兒就為了你的Honland Security 一會兒就變成了 到底在那拉登 就是你覺得 你作為一個大頭派哥 這樣講 合不合適 但是英國佬 他開頭目的就很明確的 就是反恐的 但是呢 你剛才說 順手打完伊德克 這個都是事實來的 伊德克組就看他不順眼了 就想撿起來了 是啊 但是主要是打阿富汗的 整場戰爭 但是對於美國佬來說 打贏很容易而已 你知道嗎?捉撒大目的多容易? 一會兒就搞定了 但是問題就是說 他收到尾 他打贏很容易 打贏的政權很容易 抓拉登就相對不那麼容易 就搞了10年了 你想想從布殊搞到奧巴馬 你當國務卿的時候 抓到他嘛 所以搞了布殊8年 在奧巴馬第一任期 起碼10年 所以他完成第一階段目標 就很容易 第二階段要抓到具體的 就是搞911這個人呢 就很難的 要收科呢 現在就告訴大家 基本上沒有可能收到科的 就是說想將阿富汗 扶回它 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 接著就離去 從此之後 就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呢 就很難的 這件事 所以美國佬花多了10年錢之後 都覺得不是夠路了 現在就撤退走人 好嗎? 當年澳洲總理 朱利基拉就說 後來就變成了目標 就是要建設阿富汗 就是建設阿富汗 你們鬼佬站在旁邊就可以建設得到的 你一走了就不行了 英國佬最生氣的不是一樣的 英國佬最生氣的是說 你著草你不和我講話 你不和我大招呼 不是說川普當年簽了嗎? 那一早就知道了 他可能就是說你撤軍的過程 你其實是沒有和這個人協商好的 那個是一個電視台的一個記者 就去採訪美國軍佬 那個軍佬應該是挺高階的 那個記者其實 主持人其實就是很生氣的 他就說 從1919年之後 就是從一戰開始 英國和美國 就是一個最堅實的軍事聯盟 軍事盟友 雖然你說實力的話 英國是願意比不上美國 但是其實他一直主持大本事 但是我們一直都是統一步伐的 但是你在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你撤軍這件事情上面 你根本就不跟我說 或者沒有給一個 沒有和我們好好的溝通 你就走開了 就是你找一個笨拙 你其實就是 只是顧你自己而已 你是不是大佬來的 那我就覺得就是 你在做事我陪你去玩 然後你玩完玩夠了 你走了 你根本就不表我 行了 我散場你們自己 看著怎麼散兵 而不是說 喂 你把大家看成一個整體的話 自由世界聯盟軍 當成一個整體 然後一起進去 一起出來 有組織有組織有組織 也要出來 但是你現在不是這樣做 是你 就暑一聲就走了 沒有 他都還沒走了 但是他現在都是 控制了機場的 但是說這句話的人 在英國什麼人說呢 一個電台的主持人 趙氏陀主持人 就跟美國高官做採訪的時候 就這樣跟他說 就是屌射的高寬 是啊 那高官怎麼說 美國怎麼回應呢 那我沒有注意了 他怎麼回應都不重要 但是主持人 知不知道內情才的問題就是 他可能有說 但是主持人不知道 我不跟你主持人說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事實一點是不重要的 重要一點就是說 你英國有很多人 是覺得被你耍耍了 包括我之前看了一條片 就是他們的議會裡面 其實都是很興趣 他們議會裡面的人 就是說屌尼老母 好像這件事情 收尾收得這麼混亂 收尾大家都知道要收尾 但是好像都不是一個 很有秩序的收尾 而是這麼混亂的形式去收尾 就是那時候有一條片就是說 美國佬已經在大使館裡燒東西了 燒到飆光了 就是證明是很心急的 不急都不會這麼急著燒 肯定慢慢慢慢的 所以就說情報有問題 當初給這個 國務卿和總統的情報就說 你阿富汗的政府頂得住 事實上頂不住 所以搞到大家這麼急 走都走不及 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因為像澳洲一樣 澳洲的總理都說 為每一個澳洲人在阿富汗 和每一個拿著澳洲Visa的阿富汗人 都保證他可以撤離走的 但問題呢 如果當時你情報沒有出錯 就是說 真的不行了 你那些細魚破竹殺到來了 那我就早些部署了 但是很明顯你情報出錯了 你說沒事的 你撐得住的 沒有什麼可能的 殺到那個人來 那我們肯定沒有這麼急 所以這個問題在這裡 大家聽了你的錯誤的情報 就沒有好部署怎麼撤走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要找藉口 你對著那些石頭 對著20年 他肯定不是要找藉口 如果拜登掌自己嘴巴 他當眾說的 highly unlikely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對著那些石頭 對著20年 你會不了解那些石頭 是什麼樣的人 不是 真的是不了解的 他在說 這就是鬼佬的問題 鬼佬派在當地的人 是不了解當地的東西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的電影 都在說這件事 其實是有一幫很了解當地民風的人 但是呢 抓Feed那個人 他是有政治任務的 他就不在乎你當地的黑人 他不在乎你 這個決定要搞我 未來的部署都不在乎 我就簡單思維 我就要解決我現在當前的問題 這就是美國佬說鬼佬最大的問題 他抓Feed那個人不是一個本地通 那他要本地通 他不在乎聽說他們 是啊 因為美國佬派到中東那些 他肯定高高在上的 你本地通是你下面那些打手幫我做事的人 扔一些情報上來 我做決定 但是他的想法就是 我都不會在那裡蹲得久了 我要向上升的 我一看著中東而已 未來我看著整個地區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這樣的話 真的很大問題 真的會對前線有很多誤判 所以就說Joe Biden都自掌嘴巴 連他最高指揮都摔倒了 那就是你的情報出了問題 其實很多東西可能根本就不能上達 我看另一篇文章 新聞 6月份有人問白宮 就是有記者問白宮說收到資料 說情報界說阿富汗政府六個月內倒台 這個白宮當時都拒絕評論 就是那時候收到的資料都已經是這麼厲害了 就是現在講到6月25日的新聞 說是美國撤軍後六個月內倒台 那些情報是一直都不准的 情報太稀高股 阿富汗政府六個月 6天就搞定了 其實最過分的就是你都不稀奇 我訓練了你這幫混家產20年 你們都很想過好日子 你們都不想你的子女覺得這麼悲慘 你都不去保衛 那我其實第一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花錢 我當初為什麼會按握到花錢 去支持你這幫混家產 第二就是 我如果知道你這幫混家產是這樣 都已經這麼長時間都沒有改變 我就應該及時就放棄你們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提前有計劃有部署就走 就說是你了 就是又浪費錢又浪費命 那些錢對於美國來說 可以做太多東西的 肯定啦 那六四很大錢的 好像兩萬億還是幾萬億 我忘記了 有一種說法 20年就是一萬億 你老母的一萬億 都教你玩太多條高鐵 都教你做太多條高速公路 教你做太多條橋 但是它建這些其實沒有用的 你不是說徹底改變到它的系統 你說阿富汗的美國 你說阿富汗的美國 你說去幫它建橋 建什麼 那麽多錢 我是說那一萬億的 拿來幫美國自己建 當然是不可以表它 表你那些負敗 阿富汗這麼多山區 建不了高鐵的應該 是啊 我是說美國 不要說建高鐵 你改善你的基礎建設 給多錢 換一些漂亮的地鐵 換一些漂亮的地鐵 地鐵沒有那麼多屎 沒有那麼多偶套物 拿些錢去拾乾淨它也好 給紐約 這個就是 Donald Trump的口號 American first 因為布殊仔年代 就不是American first 我是世界大佬 Donald Trump就要回歸 回回自己的國家 不要理會出別的事 你什麼事 全部撤兵回來 韓國仔都撤兵回來 我看回之前有個節目說 十幾二十年前 美國的戰略部署 戰略規劃 講的就是 它什麼都好 它都是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的 但問題就是說 你就算基於這個戰略 這個政策 你去對阿富汗那件事情 你就是亂七的花錢 所以我聽完阿桑提說的 那樣東西之後 我就想起你之前說 就說花了很多錢 整個冷氣F-35出來 或者整個F-35 F-35在幾個 就說你整個又下 又花了很多錢 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其實這些錢 是不是真的被人掠掉了 這個就說那個陰謀 布殊仔 你有沒有是說不到事的 他副總統撤離 才是你有沒有什麼 軍火商的好朋友 撤離 你很喜歡打鍊 不斷撤離 出去打死鳥仔 他的邏輯就是這樣 就是說當時花了這麼多錢 就是為了益一些軍火商的 包括你說F-35的計劃 都是一樣的 就是益齊這個 Rohim Martin 就是送錢給他花的 當然很多電影就拍一些 你以為真的花那麼多錢嗎 其實我們是 你有沒有想到有外星人 你有沒有 我們錢花在其他地方的 研究其他東西 其實美國人是花了很多錢 在軍事方面的 但是你又不懂